您好 请问这里是郭总的公司吗 是的 您找郭总什么事啊 我是郭总资助过的大学生 我来找郭总的 请问他在公司吗 好的 您稍等 签材签材 前面有个姑娘找郭总 说是郭总之前资助过的大学生 郭总 外面有人找您 说是您之前资助过的大学生 大学生 好的 您让他进来吧 好的 行 您让他上来吧 好的 您请进 谢谢 里面请 你是 郭总 难道您忘了吗 郭总 你看 走 过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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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您这是怎么了呀 我吵上大学了 可是 呵呵呵 你先别哭 妈妈说 我吵上大学了 我吵上大学了 可是我弟弟他生病了 他花光了我家里所有的积蓄 我们都上不了学了 郭总 现在骗子多 你小心被他骗了 你小心被他骗了 小姑娘 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这样 我这里呢 有二十万 你先拿去用 不不不 这个钱我不能要 这样 你拿着 这个钱 我不是白给你的 等你把家里的事情 都处理好了 等你大学毕业了以后 来公司找我 到时候 我的大门随时会也敲开 谢谢 谢谢 哦 原来是你呀 是的 郭总 感谢您当年的资助 现在呀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毕业了就好 对了 你弟弟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弟弟的身体现在非常健康 多亏了郭总您的帮助 他现在呀 也吵上大学了 郭总 您看 您这都资助的什么人呢 不但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 反倒还想方设法的来要钱 行啦 你弟弟的学费呀 我还继续会帮助出的 郭总 我们公司现在的资金特别紧缺 哪有时间去资助他呀 你呀 小心被讹上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来借钱的 郭总 这张卡里呀 是我上大学期间 勤中奖学攒下来的 还有我的奖学金 一共是十万 先还给您 剩下的呀 我再慢慢还您 对了 我这儿呀 拿了乡下的统克产 您一定要收下 我借给你钱呀 并不是让你还的 再说了 你不说也没人知道呀 你弟弟现在 也是刚考上大学 这是需要钱的时候 郭总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弟弟的学费呀 我有义我自己承担 还有 这钱呀 我不还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 这做人一定要有良心 知道展恩 郭总 谢谢您 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我亲自拥抱你 我没让我 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没让我迷失在黑夜里 我 我 你 我